货车车辆实现更新换代,全部达到时速120公里技术标准。 投入运营的大功利机车达到7900多台,占机车保有量的40%。 新一代调度集中系统CTC覆盖2万公里以上铁路干线,铁路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 运输能力紧张状况基本消除,到2012年,我国铁路客运专线网覆盖区域的客运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其他地区客运紧张状况大大缓解。 随着四纵四横客运专线和几大地区的乘绩快速客运系统的基本建成, 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西安、成都、沈阳等中心城市, 与周边城市形成半小时至一小时的交通圈, 与临近省会城市将形成一至两小时的交通圈。 各大中心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也将大幅缩短。 比如,北京至上海运行时间在五小时以内, 北京至哈尔滨为五小时, 北京至武汉为四小时, 北京至广州为八小时, 上海至长沙为三小时。 与此同时,实现客户分线以后, 繁忙干线货运能力紧张的问题基本解决, 依托区际干线和煤运通道, 跨区域的货物运输基本得到保证。 一票难求,一车难求的现象基本消除, 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更加安全、快捷、 方便、优质的运输服务。 铁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职工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职工收入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 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困难职工基本生活得到充分保障。 展望未来,新的蓝图已经展开, 征途上机遇与挑战并存, 让我们全路职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携起手来,奋力拼搏, 勇敢迎接新的挑战。 我们的目标是宏伟的, 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因为经过全路干部职工几年的奋斗, 我们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我们还面临着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 那么如何认识这个历史机遇呢? 当前的政策环境对加快铁路发展极为有利。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铁路发展。 国家对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做出调整, 增加了规划的路网规模, 加快了项目审批进度。 前不久, 中央做出了扩大内需, 保持经济增长的重大决策, 把加强铁路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宏观政策环境对加快铁路发展极为有利。 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铁路加快发展。 随着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不断升华, 人们对铁路节约资源有利环保的比较优势, 认识更加充分。 第六次大面积提速的实施,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 青青城际铁路开通运营等铁路现代化建设成果, 产生了巨大示范带动作用。 人们要求加快铁路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 各省区市党委政府加快铁路建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纷纷提出多建铁路,快建铁路。 对合资建路模式进一步认同, 积极投资铁路建设并主动承担征地拆迁的主体责任。 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使铁路发展进一步加快。 当前铁路正处在低成本发展的有利时期。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资源紧缺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工程建设中的征地拆迁费用、原材料价格、 人工成本将越来越高。 大规模铁路建设进行得越早, 推进得越快,付出的成本越低。 当前铁路正处于低成本发展的有利时机。 钢材、水泥等原材料价格相对较低, 这对降低铁路建设成本极为有利。 我们应抓住这一时机, 在科学组织的前提下, 尽可能多地完成建设任务, 节约铁路建设资金。 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 目前我国铁路现代化建设 已经进入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关键阶段。 在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也会遇到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 运输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铁路运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事关社会稳定,事关国家形象, 决定铁路发展的环境和进程。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铁路运输安全所处的环境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 一方面,路网规模快速扩充, 一批高速铁路相继开通运营, 大量新技术装备投入使用, 以及大规模铁路建设和既有限改造大面积展开, 安全生产面临大量的新情况。 另一方面, 安全基础薄弱的问题仍然很突出, 设备基础、职工队伍素质和安全管理 都存在不少问题。 运输安全的风险和难度比过去明显增加, 在安全生产上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 运输经营面临严峻挑战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影响, 铁路运输经营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 在社会运输需求减少的情况下, 铁路汇运量出现下滑, 导致运输收入大幅度减少, 运输经营形势十分严峻。 目前,铁路经营管理比较薄弱, 生产资源浪费, 成本管理粗放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如何最大限度的增运增收, 节约节支, 也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考验。 铁路建设面临严峻挑战 从现在起到2012年, 是铁路建设任务最繁重的时期。 投资规模大,建设标准高, 有大量新情况需要深入研究, 有许多新课题需要我们探索解决。 2009年计划完成基建投资6000亿元, 2010年到2012年, 平均每年将完成基建投资6000亿元以上。 如此大规模高标准的铁路建设,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实践。 如何确保施工安全杜绝重特大事故, 研把工程质量建设百年不朽工程, 节约建设资金提高投资效益, 提高施工效率确保如期完成任务, 加强反腐畅联建设,防止腐败问题发生等等, 都是必须认真回答的重要课题。 技术创新面临严峻挑战 在金户高速铁路和其他科研专线建设 全面推进的情况下, 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和环境, 解决设计、施工和系统集成等方面的问题, 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机车车辆装备现代化加快推进的情况下, 坚持进行赛创新, 实现关键技术的优化提升, 在开发我国高速动车组和大功率机车的系列产品 以及大批量生产制造中, 加强产品质量控制是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新技术装备广泛采用的情况下, 运营单位管好用好这些设备也是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队伍素质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铁路现有的干部职工队伍 是在朴素铁路和传统技术装备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面对铁路现代化水平的快速提升, 干部职工总体技术素质不适应的问题 比较突出。 尤其是高速铁路先进技术装备所要求的 高技能和高技术人才数量严重不足。 这是我国铁路快速发展的一个制约性因素。 提高干部职工队伍的整体技术素质, 在既有人力资源中选拔培养高技能和高技术人才, 这是我们必须抓紧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机不可施,时不再来, 让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抓住历史机遇,迎接严峻挑战, 谱写中国铁路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之年。 2009年是铁路系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推进和谐铁路建设, 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之年。 2009年铁路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努力实现加快发展、创新发展、 急约发展、安全发展和全面发展, 有序高效地推进大规模铁路建设, 加快技术装备现代化步伐, 深化内涵扩大在生产, 加强和改进经营管理, 继续推进铁路改革, 确保运输安全稳定, 进一步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政治工作水平, 实现铁路又好又快发展, 为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国六十周年。 全路干部职工都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不党组的决策部署上来, 同心同德,埋头苦干, 坚决完成今年的各项重点任务, 以优异的业绩迎接建国六十周年。 一、全面强化安全基础, 确保运输安全。 全路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国务院 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的要求,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和安全发展的理念, 始终坚持把安全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继续下大力狠抓安全突出问题的围坚整治, 深入推进安全基础建设, 要大力强化高速安全和提速安全, 不断深化对安全突出问题的集中整治, 加快推进优化站段管理结构, 加强自控型班组建设, 加强主要行车工种队伍建设三项工程, 确保运输安全持续稳定。 二、认真解决职工利益问题, 巩固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 关注民生,依靠群众, 既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重要方针, 也是推进铁路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 全路各单位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 特别是在制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政策时, 要广泛征求意见,取得职工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在铁路实施的各项改革中, 绝不让一名职工失去岗位。 要切实关心职工生活, 认真落实三不让承诺,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让职工安居乐业。 在保持职工收入适度增长的同时, 规范领导和机关干部收入管理, 融洽干权关系。 要努力形成共建和谐铁路,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良好局面。 三,切实加强运输经营管理, 不断提高铁路发展质量。 面对今年严峻的运输经营形势, 全路要最大限度地增运增收, 千方百计的节约节支, 争取较好的经营结果。 要大力实施以客补货战略, 千方百计挖掘货运增收潜力, 全面提高多元经营效益。 要采取最严格的措施控制成本支出, 抓好生产过程中的节支降耗, 控制固定资产构建规模和时间, 实现对用工成本严密科学的管理, 降低融资成本, 加强资金集中调控, 加强施工组织, 节约采购成本。 4. 加大建设管理力度, 坚决完成建设任务。 2009年, 全路计划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000亿元, 新线铺轨5148公里, 副线铺3462公里, 建设任务十分繁重。 全路必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统筹各种建设资源, 坚持质量、安全、工期、投资效益、 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6位一体。 以标准化管理为抓手, 强化建设管理, 确保各项建设任务圆满完成。 5.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继续加快技术装备现代化步伐。 2009年, 我们既要推进关键领域技术创新, 扩大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 又要实现对众多技术创新成果的集成, 建立健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体系, 以此为重点, 进一步提高铁路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要充分利用京津成绩铁路技术创新成果, 依托京户高速铁路等重大工程, 在公务工程, 牵引供电, 列车控制, 调度指挥等方面, 实施重点技术公关。 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平台, 加快研制新一代高速动车组, 建立动车组和大公里机车设计制造和运营维护调整体系, 为我国机车车辆产业走向世界创造条件。 六,大力提高运输服务质量, 树立铁路良好形象。 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质量, 是铁路部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全路干部职工要增强服务意识, 提高服务水平, 适应人民群众对铁路服务工作的期待和要求。 要认真落实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标准, 提高战车服务规范化水平, 深化兴急优质货厂创建活动, 完善铁路货运场所服务设施和服务功能, 强化对路风的检查监督,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 认真整改旅客货主反应的问题, 树立人民铁路诚信服务的良好形象。 7.继续推进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通过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 为加快铁路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我们要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推进劳动组织改革, 完善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机制, 要进一步拓宽国际铁路连运合作领域, 提高口岸运输水平, 继续开展铁路人才委外培训, 促进铁路人才队伍建设。 要发挥铁道部的政府主导作用, 组织和支持国内铁路施工和装备制造企业, 开拓国际市场,打造中国铁路品牌。 8.加强和改进党建思想政治工作, 为铁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保证。 越是在加快发展、深化改革的情况下, 越需要加强对干部职工思想的引导, 弘扬正气、鼓舞斗志、强化思想基础。 要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铁路各级党组织的思想、组织、 作风、制度建设和反腐畅联建设。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为全面深入推进和谐铁路建设, 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9年是铁路安全、稳定、经营任务 自为繁重的一年, 注定也是全路干部职工更加紧张繁忙的一年。 2009年是完成大规模铁路建设任务, 推进技术装备现代化的关键一年, 也是我国铁路现代化建设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关键一年。 我们既要正式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又要看到加快发展的有力条件, 增强优患意识,树立必胜信念。 我们为铁路现代化而奋斗, 就是在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斗, 也是在为自身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奋斗。 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实现, 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